字幕視頻 字幕視頻 各位好 庭富真的忘了學過 因為在印口罩配件救全城的同事 學校方面都會要求我們實事直播上課 卡路斯教的科目 不是Steam 是音乐这些实习科目 于是想来想去我都是唯有拍多些片 至于实习都一定要回复复时才可以做到的 好了不说那么多了 说回IoT 上次我们介绍了Note MCU 今天就轮到要讲一下怎么用手机来直接控制它 今天你不看到影片最后 你都不会知道有什么真正用处 尤其是上科的同学 记住记住看到最后 提提大家如果大家都喜欢风琴奇俠卡洛斯的频道 请按右下角的订阅 如果想第一时间接到新影片的通知请按叮当 也都欢迎大家按赞和留言问卡洛斯问题 好了我们先来温习下上集所讲过的东西 原来一块这样的Note MCU 它上面有两颗内置的LED 一颗叫D4 另一颗叫D0 为什么会有两颗呢 你看清楚点就知道了 你会看到这一颗里面有一颗板 另外一颗看接上去的 这颗板子其实就贴着 ESP8266 ESP8266自己有颗灯 而在底板上面 Note MCU又有另外一颗灯 所以这颗D4的内置LED 我们又叫做ESP12LED 而另外这颗D0的LED 我们也都叫做Note MCU LED 上次也提过 D4和D0还有另外一套名称的 因为你如果用ESP的脚位 D4其实就是GPIO2 而D0就是GPIO16 新证编程的时候 无论你用D4、D0也好 用2、16也好 一样是可以弄冷灯的 但由于去到最后 你未必只用两只脚的 可能D0、D8都用了来控制外面8-9样的电器 所以我个人就习惯用D0、D8就算了 免得自己乱 在正式学习IoT之前 还要提醒一点 就是内置两颗LED的状态 是与编程时候确认相反的 如果程式里面我们控制D4和D0是Low的话 相反的两颗灯是会亮着的 等于我们设定的编程是HIGH 这个情况就会反转 两颗灯就会关掉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有关于底板上LED的摺脚问题 因为它是摺上正脚的 所以等于你给一个低电位 它是反而亮着的 给一个高电位 它反而是关掉的 好了正式进入器库 如何用手机去控制 首先介绍大家用一个很好用的IoT软件 叫做Blink 我们来看看Blink究竟是什么 Blink就是一个IoT平台 非常容易使用的 它说明了 5分钟就可以做出来 它的要求就是 即使你有一部手机 或者是Android 或者是iOS 而你有IoT软件 即是刚才我们所教过用的NodeMCU 另外呢 你要有Internet Connection 即是现在你身处这个房间 有WiFi或者网络 它要求你做什么呢 才是下载了你的Blink 接着在NodeMCU 设计的BlinkLibrary 接着接驳硬件 接着就可以控制了 我们现在模仪一次安装 一般就去Place商店 找Blink 大家可以按照这样安装 安装完之后就开启它 第一次进入Blink的时候 大家应该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要你开一个新的货币 如果你没有货币 你可以开启你的货币 卡路斯亦都习惯 如果大家没有做过任何项目 这个时间就应该是新的项目了 我们自己为它改个名字 就叫做LED 至于 设计呢 我们知道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NodeMCU 我们找NodeMCU出来 按OK 当然算好在下部按Create 无论你用什么Login 你都会有个E-mail给它 在这个时间 BrainQ就会发送了一个 OFT Token 其实就是一个 授权的一个密码 给你的E-mail 你可以按OK 也可以叫它下次不再看 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OFT Token 之后 大家要进入Arduino的Program 又是第一次你和BrainQ合作 一定要去Tools Google 找一个 Manage Library 然后去搜寻BrainQ Library 搜寻BrainQ Library 搜寻BrainQ 之后 然后设计它 我已经设计了 现在在编程的画面 我们开始编程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早就做了一个编程 最初的三句都是有关BrainQ 和NodeMCU的程式符 大家可以大可以不理 由第四句开始 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设定BrainQ的授权码 正正就是我们回到E-mail 就可以收到 一条这样的 OFT Token 我们将它抄到这个位置 至于网名和密码 就要看你现在在使用哪个Wi-Fi的网 现在我正在使用Science 1B 而我的密码就是 EDBGAST 好 看看Setup里面说什么 首先这个是设定串联的速度 9600 第二就是启动BrainQ 就是利用这个授权码 网名 和密码去启动BrainQ 而接下来的Program 设定很简单 就是将D0和D4 这两个Pin Mode 设定为Output 即是两个来自的LED 设定为Output 而程式里面 根本什么都不用写 在Loop里面 就是写LINK RUN 括户 就完成了 设定了 设定了COME法 把程式拉过去 Program完成之后 也有提醒你的 要按这个Hard Reset 回到手机编程画面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先加一样东西 加什么 加一个Button 你会看到 按下一个200 200就是 我们要用多少个Token 因为你没有付钱的User 有限 我们先开一个Button 你会看到有个Button 放在这里 下一步 按下一个Button 去设定这个Button 首先这个Button 我们想它叫什么名字 不如叫D0 不如叫D0 接着这个Button 究竟是哪个Pin 我们统一回 D0就是想动D0 所以D0这个Button 就是动D0这个Pin 第三就是选Mode 究竟是一个Push Button 或者是一个Switch Push Button 即是按一按 会打起 如果我们想开 家里的灯 大家会觉得 应该是用Switch 大致上 这个键已经可以了 好了 回到去 这个D0键 已经是Program 接着我们再Program 一个D4的键 同样 Add 这个Button 旁边 一样做法 今次呢 就叫做D4 Pin 又设定D4 一样 又改变Switch 好了 回到去 现在我们有两个键 这两个键 设定好之后 例如一个 可以开着D0的眼灯 一个可以开着D4的眼灯 现在手机和Note2MCU 都在同一个网络之下 理论上 启动手机的编程 就可以开启动手机 就可和Note2MCU 按D0 试下 当它仓加热灯 反而热灯 反而开启動手机 d4 按D4 是关灯 打亮灯 是关灯 焰灯 而且开灯 这个就是提醒之前我们说过 内置LE的状态和变程是刚刚相反的 现在在同一个网络之下就可以控制 就算你的手机带着它离开了这个网络 出在外面用街网上 其实是一样可以控制到的 所以IoT的电脑就是令到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控制到 但是现在都只能控制到一块板上的两个灯 那有什么用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扩展板 只要你将Adnok MCU插进扩展板 情况完全不同了 因为大家看到这里有些针脚位 针脚位写着很清楚的0 1 2 3 4 5 6 7 8 其实0就是D0 1就是D1 如此类推 每一个就有三只脚 最上的那只脚其实就是D0 接着那只脚就是正脚 而下面那只脚就是扶脚 那我们现在有借助这个面包板去帮忙 这块面包板原本就是给UNO用的 现在就用着先吧 那用面包板接线以前教过 凡乘搏外置的LED 你一定要连一只下流电阻的 就我们去扩展板找D0 刚才我说过 这就是D0 而限流电阻的电阻 而限流电阻的电阻 就是拼去扶 那扶呢 就是这一只脚 其实整排的脚都是扶的 任何一只脚都可以 扶的 红色LED 我就接了D4 就不需要再接了 因为两只限流电阻 因为两只限流电阻 就是相同的 扶极 好了 我们拿回手机 用Blink控制它 控制D0 着 色D0 着 着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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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D4 着D4 着D4 就到d4 连续上 印象 在此 看到蠏绽构ot 牛体相机 就是聽燈,這個就是聽燈的開關 而 D4 是房燈來的,就是房燈的開關 當然在這裏我也不怪大家會問 LED 和家庭的燈有沒有分別 但這就不是今天的討論範圍 因為牽涉到市電 也就是比較高壓的交路電 如果大家有興趣,卡路斯可以另外開一個系列 專門教大家電學的常識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卡路斯所教的 有關 RANK 操作的影片 請你不要論色交的讚和評語